第三百九十级 为了更好的提升 霍宇浩已经下定决心 今天不再有所保留 要全力以赴的去战斗 而且他也很清楚 今天的对手是昨天那些人 远远无法相比的 六级魂导师 相比于五级魂导师 绝不仅仅是高了一级那么简单 他们 都是进入了明德堂的存在 对于魂导器的理解 制作方面的精良 都原非昨天那些学员 所能相比的 霍宇浩也不知道自己今天 能够战胜几人 但他会全力以赴的去做 裁判依旧是宣子文 看着依旧战意实足的霍宇浩 宣子文心中竟然不知不觉的 产生出了一丝羡慕的感觉 曾几何时 自己也曾年轻过 那时候的自己 同样也是精彩绝艳的一代天才 可是和霍宇浩相比 自己却似乎少了些什么 少了他身上的锐气 也少了他在锐气中的那份成本 这个孩子只有15岁啊 可为什么在和他交流的时候 自己却总是感觉 在和同龄人交谈似的 他的这份成熟 究竟又付出了多少代价 于浩 做完休息的怎么样 宣子文微笑着问道 霍于浩的第一反应 就是脑海中浮现出了娜娜的身体 勉强一笑道 还不错 宣子文道 那就好 今天 你要面对的对手很强 昨天堂主和我商量后 我们决定 让你可以使用魂导器进行比赛 毕竟你才只有四环 如果对你限制过多 那就太不公平了 这并不是我们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风格 你今天可以尽量的去发挥 将你自身的全部的能力展现出来 霍于浩微微一愣 可以让我使用魂导器 堂主这是要看看 我如何将魂导器 与自身五魂相结合吧 宣子文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你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 也可以不用 霍于浩小了 为什么不用呢 让你们看看也没什么 既然是切磋交流 总有让你们看到交流的意义 只是期望今天的对手们 不要让我失望才好 宣子文远寒深意地看了他一眼 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做准备吧 霍于浩点了点头 双毛闭合 宁神静气地运转玄天弓 将自己身体状态逐渐调整向最佳 实际上他原本也不认为自己今天能够连胜20名六七魂导师 那可是出身于明德堂的六七魂导师 一天时间战胜他们 这本来就是不现实的 除非自己的命运之光能够连续使用 并且自己去用 那才有一线可能 但宣子文的话 却令他心中重新生起了希望 如果是能够使用魂导器的情况下 那可就又不一样了呀 在魂导器方面 除了自己的魂力还达不到之外 在魂导器的制作和使用上 自己可是已经经过了宣子文认可的六级魂导师 也就是说 在魂导师这个层面 自己并不比明德堂这些人差多少 或许 这将是检验自己 选择了进展魂导器之路的第一次考核吧 战役汹涌 霍雨昊的情绪渐渐变得亢奋起来 实战是检验实力最好的方式 他的精气神变得尽所未有的高度集中 宣子文在征求了主席台上的明德堂主 靳红尘同意后 重新回到场地内 林嘉义依旧是主持今天的切磋交流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魂导器响起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今天是我们16个学院的第二天交流切磋比赛 交流的对象 依旧是史勒克学院上一届 参加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的队员 霍雨昊 经过昨天的比赛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魂师和魂导师不同的战斗方式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的交流 在自己身上寻找问题 增强未来与魂师之间战斗的经验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发奋图强 像霍雨昊同学这样 为自己所属的学院争光 今天我们将派出的是明德堂的六级魂导师 一共有20名备战者 能够进行几场就进行几场 一直到晚饭时间结束 比赛马上开始 请大家认真观看 再结合自身的能力 只要你们能够有所感悟 这场交流切磋的举办就是成功的 由于魂力修为的差距 今天霍雨昊学员将可以使用他自己制作的魂导器 你们也要看看 人家是怎样将武魂和魂导器相结合的 尤其是咱们学院实控魂导器的学员们 你们更要注意了 好 比赛准备开始 霍雨昊依旧是全场关注的焦点 但却已经不像昨天那样满是敌意的目光了 无论是魂师还是魂导师的世界 都是以实力成王 他能够在大赛中连胜30场 而且战胜的都是实力超过自己的五级魂导师 已经完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有实力的人总会受人尊重 哪怕这里是日月光家魂导师学院也不例外 这些日月学院的学员们都想看看 面对明多唐六级魂导师 这名来自于史勒克学院的少年 还能走多远 今天压住的人着实不少 再就很少有人压在霍雨昊身上的 就像霍雨昊自己都没信心的呀 没有人认为他在面对明德堂六级魂导师的情况下 还能够继续连胜下去 更不可能连胜20场了 但也不是没有例外的 譬如克克就在霍雨昊身上压了10公斤的稀有金属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位女学员也在霍雨昊身上下了住 那就是娜娜 连娜娜自己都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要下注在霍雨昊身上 她的经济并不算太宽裕 所以下注只有一百个金魂币而已 宣子文抬手是以第一位参加交流切磋的明德堂六级魂导师登场 那是一名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的青年 身材壮硕 里头棕色短发 皮肤有黑 明显是有几分黄氏血统的 她的双臂比一般人要长一点 又格外的粗壮 黄波走入魂岛设断场之中 隐隐已经有股威压朝着霍雨昊这边迎面而来 霍雨昊却是宜然不拒 目光平静地看着对手 整个人已经进入到了备战状态 日月皇家魂导师血缘 明德堂 沈穆苏 谁来个血缘 霍雨昊 宣子文看着双方 右手抬起 再猛然落下 比赛开始 伴随着他这一声大喝 双方同时动了起来 沈穆苏居然和霍雨昊一样 是向前发起冲锋的 两人之间的距离在迅速拉近 一边前冲 沈穆苏双手在身体两侧一分 各自多了一柄长刀 两柄长刀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都有四尺长 刀柄粗大 刀刃宽厚 涂黄色光芒释放 扮随着他自身魂里的外发 给人一种极为凝厚的感觉 土戏进展昏倒气 霍雨昊却并没有释放任何昏倒气 看上去就是和昨天一样冲向对手 而沈穆苏的头上却多了一个头盔 头盔上镶嵌着一枚无色宝石 在阳光的照耀下释放着微弱的光芒 近战对近战 这注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比拼 双方很快就接近了 沈穆苏大喝一声 身上两红三紫一黑六个红环之中 第三红环闪耀 一层紫光瞬间弥漫全身 他整个人的气势也随之变得更加沉宁了 前冲步伐猛然一顿 然后向前跃起 双手大刀同时朝着霍雨昊斩去 黄色刀芒并没有任何外放的迹象 但能够看到以沈穆苏的身体为中心 周围的空气明显变得扭曲起来 霍雨昊双眼微眯 脚尖点地 相比沈穆苏要灵巧得多的从地面上弹起 右手支上暗金孔爪再次出现 就在双方眼看着即将接近的时候 突然间霍雨昊背后左侧 弹出一变痴疑 然后他整个人身体略为一偏转 居然就那么避开了沈穆苏的双刀 这完全是在坚不容发之际发生的 暗金孔爪已经直奔沈穆苏的尖头抓去 空中换位 而且还是凭借着半片飞行浑倒器 那飞行浑倒器的痴疑更是一闪而逝 这有怎样的控制力才能做到啊 如果被暗金孔爪抓实 就算是六级魂倒护照 也未必能够完全挡住其强大的破坏力 但沈穆苏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他并没有惊慌 身上的第六魂环骤人亮起 一层厚重的岩石铠甲 突然从身上浮现了出来 岩石铠甲的出现 自然极大程度的增加了他自身体重 令跳跃着的他直接原地落下 并且承受住了霍玉浩 暗金孔爪的这一抓 刺耳的摩擦声中 大片岩石被刮落 但也终究没有伤到沈穆苏的本体 令霍玉浩有些意外的是 沈穆苏的双刀 依旧是按照原本的轨迹斩落的 在明知道无法斩中他身体的情况下 依旧落了下去 直接劈在了地面上 碰 一声低沉的闷响声中 霍玉浩只觉得脚下传来一股巨大的震荡力 瞬间将他整个人震得从地上飞起 紧接着 无数尖锐的石刺 以沈穆苏的身体为中心向外狂涌而出 这些石刺是呈范围形向上冲起的 左右三米高 刚刚被震起在空中的霍玉浩 根本是必无可避 顿时陷入危机之中 选择沈穆苏作为第一个出场的明德堂成员 林嘉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沈穆苏头上的那个头盔是有精神力防护效果的 专门针对霍玉浩的灵魂冲击 而沈穆苏的武魂是岩石 不太受霍玉浩的极致之兵克制 再加上也擅长于进展 攻防一体 在明德堂的六级魂导师之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但是 他们终究还是小看了霍玉浩 当他被那强大的震荡力震飞而起的时候 霍玉浩实际上就已经感觉到了大地的波动 精神探测更准确地把握住了最少魂力疯狂涌出的情况 霍玉浩能够感觉到 在那一对土黄色的战刀之中 蕴含了极为强横的力量 或许他们在速度上并不能有多少增幅 但那一双战刀上散发出的威能 却给他一种有些抵挡不住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 霍玉浩又怎能不当机立断呢 因此在身体被震飞而起的时候 冰黄裤体就已经释放了出来 尽可能地减轻了那强大震荡力对自身的影响 紧接着所有人就看到霍玉浩的身体亮了起来 碧绿色的光芒瞬间在他躯干部位暴涨 双臂张开 胸膛挺起 一股难以形容的强大威势 骤然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依旧没有昏环闪亮 但却能够看到霍玉浩身体周围的空气明显扭曲起来 紧接着一道以他胸腹被横击面打消的碧绿色光柱就已经悍然轰击了出去 此时霍玉浩的位置本来就在沈穆苏的侧面 这一击轰出全身覆盖着厚重岩石的沈穆苏是必无可憑的 顿时被命中个阵兆 强烈的冲击力推动着霍玉浩的身体瞬间上升 刚好避开了下面窜起的地磁 而沈穆苏的身体也已经变成了一片碧绿色 丙壁地皇席驱干部两大魂界之一 冰皇之怒 霍玉浩当时有两个选择 要么释放完整版的暗金孔爪 要么施展冰皇之怒 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做出了判断 这两个技能的消耗差不多 但暗金孔爪完整版却需要一个会无手臂的过程 会比冰皇之怒的释放慢上半盘 而在这种实力相差无几的战斗中 一瞬间都可能会决定胜服的呀 借助冰皇之怒的冲击力 霍玉浩身在半空之中蜷缩方滚一周 当他身体再次展开的时候 右手已经毫不犹豫地挥舞而出 完整版暗金孔爪 直奔地面上被冻住的对手拍去 沈穆苏的岩石甲咒虽然是第六魂纪 可那也毕竟是万年魂纪啊 而霍玉浩的冰皇之怒却是实打实的四十万年魂纪 尽管现在的霍玉浩还不足以将他的威能完全发挥出来 但暂时冻住沈穆苏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住手吧 身为裁判的轩子文 手中一个金色的炮管亮起 一颗炮弹准确地落在沈穆苏身上 化为一层金色光照将它保护在内 霍玉浩的暗金孔爪却也并没有真的拍下来 光影一闪居然就那么凭空消逝了 脚尖在那金色光照上轻轻一点 人已经飘飞而出落在了底面上 轩子文此时却是大吃一惊 那种程度的攻击竟然在释放后想收就能收起来 这是什么控制力啊 他又哪里知道 霍玉浩如果真的释放出完整把暗金孔爪 当然是受不了的 但那如果这是模拟魂技模拟出来的 可就又另当别论了呀 今天必将面临苦战 他又怎么会浪费自己的魂力呢 有冰红之怒那一击就足以决定胜负了 轩子文的出手 也就意味着这场比赛 他已经赢得了胜利 足足过了十秒之久 伴随着一声轰鸣 沈木苏那一身岩石甲咒 则公然破碎 他脸色苍白的脚下亮枪 险些摔倒在地 身上一层金光不断闪烁 显然是被触发了什么 护体的浑倒气 您是否贴得吧 你的脚下 是否贴得了 你 有一个 你